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我是拉斯达 我们来看新闻焦点 水州水务管理公司宣布 四个绿水站已经恢复运作 预计从今早八点开始 分阶段恢复水工 九项新冠肺炎疫苗 第三期临床试验研究进行中 但试验证明 至今只有第三米松 有正面的效果 泰国示威持续进行 首相帕拉玉决定 今天召开国会特别会议 商讨对策 化解窘境 帕拉玉强调 绝对不会下台 水州水务管理公司宣布 蓝斗般让绿水站 水蓝额和第一期 第二期和第三期绿水站 已经在昨天下午六点 恢复运作 会计从今早八点开始 分阶段全面恢复水工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昨天发文告指出 雪州四个绿水站 将释放最大量的净水 以填满主要水管和蓄水池 公司透露 这次的水源污染事故 导致雪龙1292个地区 包括巴达林 鹅迈 巴生 吉隆坡 刮拉雪兰鹅 刮拉冷月 和乌鲁雪兰鹅的水工 受到影响 尤其在发现污染时 雪兰鹅河的臭玉值 竟然高达三级 而在公司的清理下 昨天凌晨已经降到一级 对此 公司也规划了三组 恢复水工的时间表 供民众参考 另外 环境与水务部长 Datouzri Tran Ibrahim 特别前往第二绿水站 巡视情况 他强调 现阶段 环境部已经掌握了 照射者的干案模式 根据调查 照射者通常会在 周末或凌晨时分 将工厂飞料 倒入河流 对此他强调 对此他强调 环境部绝对不会向 河流污染的照射者妥协 当局将会全天后展开监督工作 同时他也呼吁民众 主动向执法单位提供情报 一旦发现任何污染行为 可以拍照或录影 并且向当局投报 针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进展 卫生总监 丹西诺医生表示 目前共有九项新冠肺炎疫苗 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研究 在进行当中 直到目前 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临床试验证明 只有第三米松 对确诊患者有正面的效果 避免病情恶化 诺医生指出 根据临床试验 强御葵和瑞德西韦 并没有效治疗新冠肺炎 而研究显示 只有第三米松取得治疗效果 目前为止 卫生部还没鉴定 有效的新冠疫苗 当局会继续和研发疫苗的 国家和企业展开磋商 了解研发进度 同时 政府不会在疫苗 还没得到安全证明 预先采购 雪龙地区的确诊病例 节节攀升 双心卯弄卫生部训练中心 和国家麻风控制中心 已经重新启用 成为新冠肺炎低风险病患的 可理及治疗中心 卫生部长的特殊 dan kes-kes-kes yang tahap 4 dan 5 ataupun 3 yang mempunyai gejala kita letakkan di Watt Nostas90 阿坦博博士在昨天 视察双心盲诺 卫生部训练中心时 这么表示 截至目前 我国卫生部已经安排了 1,634名医疗人员 以应付不时之急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对全球各国 敲响警钟 大马和其他国家一样 将会考虑发展议程 尤其是可持续和 绿色科技的发展 首相当时 某一定表示 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将会特别专注 可持续发展的议程 政府将会对此事 做出重要的宣布 某一定表示 疫情的爆发 让世界各国了解到 可持续与绿色科技的发展 是驱动国家经济道路的 关键角色 在有关议程下 政府制定了 强稳绿色复苏议程 拟定了2020到2023年的 策略性绿色科技发展方式 以迈向低碳排量 及节元经济的发展方向 他补充 政府正在制定相关措施 落实循环经济的发展 以执行对环境友善的 永续商业策略 像是吉隆坡 大马伊斯干达公主城 马六甲及威省 都已经签署协议 承诺落实低排碳政策 同时共有52个政府当局 正在参与低碳城市 框架的发展方案 由于疫情当前 经济复苏的趋势 较为缓慢 为了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 批里州政府决定 允许该州的子民 延迟缴付土地税 以及豁免罚款 支付土地转换税的子民 则可以获得指扣 批里州务大臣 德西阿曼发塞说 该州政府已经决定 延长经济振兴措施下的优惠 这项措施几日起生效 直到12月31号为止 阿曼发塞发表文告表示 这项优惠只限于今年 并且是在12月31号前缴付 他透露 该州政府在上述的优惠当中 会损失665万令吉的税收 与此同时 批里州政府也允许接获5A 和7G通知书的子民 在支付土地转换税时 可以获得15%和30%的折扣 另外 批里州政府在5月21号到8月31号 也就是第二阶段经济振兴措施下 曾经提供上市的优惠 如今因为疫情恶化 所以这项措施才会延长 以协助子民度过难关 昨天 沙拉卫斯屋的厂屋发生大火 两座厂屋遭到大火烧毁 造成49户家庭顿失去家园 所幸这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起火的原因则有待调查 市务红河消防局局长苏纳加哈表示 当局在昨天下午1点55分 接到白塞凶登阿厂屋的投报之后 立即派遣21位消防人员前往现场救援 苏纳加哈补充 是起大火烧毁了49户家庭的家园 当中包括21户来自遮炼的厂屋 和28户来自拉尼厂屋 根据估计 这两座厂屋的80%面积 在大火中被烧毁 至于财务的损失和厂屋的起火原因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